上一周中国和美国的官员进行谈判 可是都是职位没有这么大的一些官员 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成果也没有想象中的很理想 下一轮会议可能就是11月他们才会进行 值得关注的就是他们第三轮的关税还在进行就是研讨会 而第三轮的关税比起第一轮跟第二轮来得更多 然后第三轮的也包括了就是消费产品 所以带给市场的波动可能会比较大 然后如果它成功地进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市场会有多一次的抛售 星期有时候中国就会宣布他们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这个就是第一轮关税之后的第二次宣布采购经理人指数 如果还是显示继续地下滑的话 而是大幅度地下滑的话 市场就会觉得更恐慌 所以这个会间接影响到新加坡市场 因为新加坡和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关系 特兰普的丑闻在上周爆发了 两个跟它有政治上关系的人都被控上法庭 然后也认罪了 特兰普本身也说如果它被坦核的话 市场会遭受一轮的抛售 我们看到特兰普的效应其实对股市是蛮不错的 所以如果它被坦核的话 可能新加坡市场也会遭受一些抛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